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否逆馬聲動 中港官員更貧撲 上星期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訪港六天 整個特區政府上下嚴陣以待出入相隨 夏寶龍去香港是用考察名義 但政府反而是取消記者會 連行政會議都不開 是否打工仔見到上級都會這樣 不過送走了夏寶龍之後 不代表政府恢復運作 李家超轉過頭就做領隊 率領一師四局長八十三議員 北上大灣區四日四成在十六項目 李家超在二月通關的時候才去完大灣區 訪問廣州和深圳 這幾個月又有不同的廣東省市領導去到香港 今次這麼多人一起浩浩蕩蕩北上 又有些什麼目的呢 李家超去完四日之後就這樣說 今次的訪問只是一個起點 政府的官員一定會繼續去推展不同的大灣區訪問 我們在訪問裡面 官員和立法會議員是前所未有的打成一片 和我們以前在亂局的時候 破壞的時候的立法會是非常強烈的對比 我們必須要追時間 追結果 追前列 我們要敢於創新 打破樽頸 努力將香港建成一個壓立世界的前列城市 要追時間 追結果 追前列 和勞斯動仲去大灣區 有些什麼關係呢 聽完他這樣說都不是很明白 不過那幾天就好體會到官員和議員有多打成一片 家印不論是政府發放的照片 或是議員在社交媒體分享的行程 大家都是笑容滿面 對每一樣東西都很新奇 連在麻蔥吃香蕉都吃得特別開心 不過隨團採訪的記者就不是那麼開心 還叫苦連天 四天去四個城市看16個項目 行程這麼緊湊 照計可以發掘到很多新聞題材 今次訪問其中一個重點是考察創科企業 但據隨團的記者說 原來大部分行程都是被拒絕門外 他們往往要當日才知道有沒有採訪 很多時候都是在門口等議員出來 口述參觀的情況 有時直接被安排去到下一個參觀的地點 連離遠望一望的機會都沒有 相反中國的記者就可以近距離接觸 甚至可以直接採訪李家超 香港的傳媒連說好香港故事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要大家感受官員有多開心 都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 不過當局組在2月就宣布 為香港市民動育2000萬 令到大家開心的開心香港活動 終於都在夏寶龍回到北京後正式公佈了 活動詳情由才爺陳茂波親自宣布21項活動 打頭陣的是4月29號全港戲院日 可以用30元買戲票入戲院看戲 又會有三個美食市集 全部都會免費派票給市民入場 不過細心一點看 原來有一半活動以前都搞過 包括去年8月在數碼港舉辦過的 數碼娛樂領袖論壇 去年在西九文化區舉辦的 自由爵士音樂節 還有賽馬會在疫情之前 就搞過的青少年足球精英會 香港的觀眾 你們聽到這些活動 驚不驚喜? 意不意外? 開不開心? 好驚喜,好意外,好開心 不過要尋政府給你的開心 是要付出代價的 為了參與頭炮的 開心香港活動 即是星期六用30元看戲 不少人在星期四的早上開電腦 打算時間一到就買票 誰知道戲院網站全部死了 與此同時又出現香港的特色風景 就是去戲院排長龍 有市民等了至少4小時才買到票 去網上二手交易平台 亦都會發現 轉頭就有人用每張100元轉售這些戲票 這樣就賺到兩倍利潤 這樣好像不是多開心 事事講求KPI的政府 有沒有KPI看看這2千萬 是不是可以令到大家開心呢? 那我想 開心就很難度 KPI 你看我現在都很開心 我見到大家一起參與我們這個 既知道我們大家都很開心 整個活動 都是希望我們所有的香港市民 參與這個活動之後 大家都可以有一個開心愉快的心情 開心其實是很個人的 還有就是整體社會的氣氛是重要的 我想當我們自己開心點的時候 或者樂觀點的時候 我們都會感染隔離的人 當整個社會都是比較開心樂觀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會互相之間互相有所感染 整個社會都積極正面一點 20年前沙士過後 當年的政府用了10億去振興經濟 當中用了1億搞的維港巨星會混亂百出 最後要獨立調查問責 但當年請到來香港的巨星級人馬去撐場的話 是有Rolling Stone、Prince Craig David 最令人津津津樂道的一定是銀河艦隊 王家馬達利有六條煙 朗拿道、斯丹、廢高、魯爾、羅布圖、卡路士和碧咸 去香港獻技 當日的球場氣氛免謝不同 今次香港的變成了萬聯U16青年軍 不過看看 其實U16在2017、2018年都來過香港交流 如果他們今年來交流都計謀入開心香港的活動 恐怕有難於充數、充大頭鬼之嫌 其實足球的東西對於我來說 就真的沒有甚麼感覺 一個人開不開心 有多少是在乎主觀心態 有多少是關乎客觀的事 有時都很難說得清 但看著一個繁華時代殺那逆轉 這份心情除了香港人有誰共鳴呢? 繼特首選舉、立法會選舉 作為香港人選舉投票的啟蒙 區議會選舉 是否會走一個新的時代呢? 這個問題在區議會過半議席 完兇了近兩年 到現在都未有答案 連區議會是否會存在 都一直是一個大問號 夏寶龍早前訪講的時候 有傳媒引述消息說 他和地區人士交流時 主動講起區議會 說無論日後區議會怎樣組成 都一定要體現 愛國者治港 而且要回歸《基本法》定名的諮詢角色 這句說話就被演繹為 區議會可以繼續存在 而一向對區議會改革秘而不行的特區政府 近日就主動提起區議會 說它有保留的價值 這次檢討有兩個主要部分 第一 檢討區議會的職能和組成 令到它去政治化 回復在《基本法》第九十七條下 應有的定位 第二 是強化地區的治理架構 區議會作為地區行政和諮詢的重要一部分 我認為仍然是值得保留 日後區議會產生的辦法 有多種方式 並且將保留一定的選舉成份 讓愛國愛港而有志服務地區的人士 可以透過多種渠道去參與區議會的工作 相信大家聽到這裏 都想像到日後有選舉成份的區議會 會有怎樣的面貌 學李家超所說 香港的新聞自由好像身份證已經 帶了落袋 有選舉的區議會 都是會叫做有民主 而最近幾個月一直有申請舉辦 但最後都搞不成的遊行集會 就都是看到 香港人仍然有公眾集會 和示威遊行的權利 香港經歷了三年疫情 現在已經全面復成 我們很希望隨著社會復償 大家開心愉快 隨著政府撤消防疫限制 官員不斷強調社會邁向復償 今個月初 前職工盟幹事黃乃元和杜真豪 宣布以個人身份 申辦五一勞動節遊行 希望這個在疫情之前 舉辦了超過二十年的遊行 都一樣可以復償 以我和杜先生的經驗 去舉辦一個五百人或以下的公眾活動 相信都是有足夠的能力 我也很相信有關當局 他們有足夠的能力去出票 過了幾天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訪講 在《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禮上致辭 遊行不是表達利益訴求的唯一方式 從過往的經驗看 環保民生等利益訴求很容易被取消 第二天 他去立法會和議員交流 有報導引述議員說 夏寶龍主動澄清不是要禁止遊行 說若果純粹表達意見是沒有問題 但不可以利用遊行作出不法意圖 之後幾天 執法部門不斷強調 要防止有人騎劫公眾活動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會在這些活動中施加一些措施 確保我們香港市民和國家 國家的安全是得到保障的 這些接下來的遊行集會 當然我們也要規範 之前在將軍澳的遊行 有些人不會說 例如掛牌 會不會是很侮辱 我希望大家理性去想一想 我自己上班警察總部 我都會掛一個牌 我自己都會掛一個 我的warn card 這個我看不到有什麼問題 做所有這些識別 其實是為大家的安全 大家我想記得在黑暴的時候 很多遊行到最終就是被人騎劫 引致到火海處處 這些事件一定不可以再發生 上星期五 兩位申請人和警方會面 會上警方沒有說批不批不反對通知書 但就問他們會怎樣識別遊行參與者 經費來源 到時會怎樣控制現場等等 會面期間 警方又提到香港勞權監察專頁 分享過今次遊行的資訊 包括一篇光傳媒的報道 警方問兩位 和香港勞權監察有什麼溝通和聯繫 另外又展示一些公佈申請遊行的貼文 下面的留言截圖 包括問 要不要戴價生 警方問他們會不會留言的人會怎樣處理 今次事案 控制的能力掌握在警方手中 都很深信警方絕對有足夠的能力掌控場 他似乎是說到他自己會守法 但在活動中其他情況 全部交給警方確保安全 說得好像不關他事 你是有責任採取一些合理的行動 你自己能力做到的行動 是確保這些活動 是不受別人的干預 不受騎劫 到這個星期三 宣佈申請遊行的專頁出post 說早上7時半 在家中休息的黃乃園失蹤 再到中午 專頁再出post 說黃乃園在11時半 恢復人身自由 未有被捕 但情緒崩潰 顯然承受巨大壓力 已經簽止取消遊行申請 他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那個語調是很壓抑 都是說話有點震 理解就是 應該是有些很不愉快的經歷 決定都是不由自主 基本上我都明白是甚麼事 發生就是 他要被迫了些他很不信徒決定 申發了很久 有時候 就是 做人面對著那個處境 你就沒有得遮路 身在北京的鄧炳強 被問到究竟國安處 有沒有接觸過黃乃園 他沒有回應 但就這樣說 任何人 他因為自己 是衡量過 是沒有能力 是令到這個活動 是安全地進行 或者是有罪地進行 他去取消 這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 我想就是個實際原因 可能你要問那個組織者 為什麼呢 就是會取消 不過組織者未必答到 杜珍豪引述黃乃園說 基於港區國安法第63條 沒辦法透露取消遊行的詳情 條文其中一句提到 配合辦案的有關機構、組織和個人 應當對案件有關情況予以保密 看回香港現行的法例 部分條例都有保密條款 包括防止賄賂條例、反恐條例等 有大律師說 通常條文會列明什麼情況適用 什麼時候有豁免 也會寫清楚罰則 現在陸淑三的條款 在國安法下 仍然都沒有這些細質 國安法下的保密條例 其實跟我們平時看到的保密條例 其實有些不同 保密條例其實在國安法下 其實都挺較為簡單 而且也挺廣泛的去形容 如果一個罰則不清楚 其實對於我們的法治 都是有一個不好的影響 對一個法案有一個不確定性 其實都是會擔心 現在都不知道 國安法的適用範圍 是可以廣到去哪裡 這次就看到一個情況 就是有人申請遊行的時候 都會說這些都可能 關乎國安的情況的時候 究竟在什麼情況下 是無法洩裂國安的 連一些遊行、示威、表達言論自由 或者是基本人權 應該是得到保障的情況下 原來國安法都可以凌駕它的話 其實我們的影響 不單止是這次的遊行人 而是平時我們說的一些表達自由 或者是對一些人權、民主 甚至是個人的人身安全 都會有一個影響 撤銷限聚令之後 先後有勞工團體申辦過遊行 婦女勞工協會3月初 獲發不反對通知書 警方後來說 有暴力團夥會響應 女工會最後決定取消遊行 勞聯今個月初 也申請在五一之前遊行 但夏寶龍訪港之後 他們就撤回申請 說擔心被人騎劫 而今個月警方批了的公眾活動 包括暴行籌款 宗教遊行 不反對通知書上面 全部都有國安條款 部分遊行集會的主辦單位 還要確保參加者配戴標記 月初由聖約翰座堂舉辦的宗教遊行 所有參加者要手持聖資 在海濱事務委員會發起的復活節遊行 參加者都要帶大會提供的帽和襟章 同時不可以戴口罩 國際的條約下面 或者是在我們的基本法下面 我們都會說 我們經常都有一個遊行 表達自由的權利 但這些權利並不是這樣說出來的 這些東西其實不是一個政府官員 或者一個政府的機關說 我們有就是有 其實在我們的案例裡面 都有說到 無論是政府或者是警方的話 其實都是有一個很正面的責任 是要確保遊行人士 是可以進行一個順利的遊行 和保障到進行遊行的人士的安全 但現在警方會問這些遊行人士 究竟你怎樣去確保遊行是一個安全 反而是調絕了一個責任 好像將責任拋回集會的人士 就是這樣 民主派初選47人案 凌訊終於步入下一個階段 第二名控方證人趙家賢 已經完成17日的作供 大案件審到第50日 控方才說 剛剛破解到其中一個認罪被告 鍾錦倫的手機 涉及2400條訊息 連法官李混騰都很不滿 說審訊前檢視證物是基本公罪 竟然要去到第50日才出現這樣的情況 說控方欠所有人一個解釋 主控曼德豪解釋 鍾錦倫之前不記得密碼 警方為免入錯密碼 會令手機的資料清空 所以不敢冒險 一直到上星期六才能破解到 便方需要時間檢閱電話內的新資訊 案件要押後到5月4日 也即是下個星期四續審 港區國安法實施已近三年 截至上個月底 當局已拘捕250人 涉緣違反國安相關的罪行 當中71人的案件已審結 入罪率是百分百 香港各級法院的定罪率 這麼多年來 平均都介乎在五成至八成之間 今次百分百的紀錄 相信除了是香港有史以來最高之餘 在國際上也算是罕有 第三年來香港人對國安法依然有很多疑問 為何某些平常的刑事案會變成國安案件 為何思想審查會成為國安法庭的呈堂理據 很多紅線到現在都未清楚 但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說 百分百的入罪率 正正反映國安法只是針對一小撮人 一般市民不會誤度法網 存不存在誤度法網 法庭的審訊過程會給到答案 在聯合國出聲要求香港 停止用國安法拘捕之際 當局不單止無理到 律政司近期還建議收黎 確保將來如果有國安案件被告被判無罪 律政司可以用案件情術的方式上訴 很榮幸請到律政司的刑事檢控專員 Maggie Yang 楊美琦 在律政司坐正做刑事檢控專員 接近兩年的楊美琦 罕有接受電視訪問 現身由律政司和保安局贊助的港台節目 曾經在律政司的年報寫過 所有檢控決定 完全不涉及個人意見和政治立場的楊美琦 在節目中討論被判九年監禁的唐英結案 和判囚五年的馬進文案 你駕駛電單車出來 還是展示你的旗幟 很明顯你是想去吸引一些觀眾 或者去吸引一些人去閱讀你的旗幟 譬如馬進文案當中 他除了擺街站 也有在網上說出他心裡想的事情 而那些事情是很明顯有港獨的情況 甚至他會說 你看我講這些事情是沒問題的 他亦都告訴別人 他所作的行為是誤犯法的 那這些就是誤導市民 他又引用例子 講明煽動罪檢控的必要 有些罪行實在太嚴重 所以我們要防於微言 要及早去阻止 如果不是的話 我經常告訴別人 Words are weapons 即是你說話的言語 實在可以造成武器 如果是由於你的說話 導致他人犯一些很嚴重的罪行的話 他沒有可能是不代入法網 這個是很重要的 律政司前司長鄭若驊 在2020年成立特別職務組 專責處理反修例示威相關檢控 楊美琦是其中一個主管 2021年 楊美琦做了大律師一個月之後 就正式升任做刑事檢控專員 去年7月開始 他就在美國國會的呼籲制裁名單之上 《政兜日報》在上星期四報道 律政司想修例 容許控方在國安案件被判無罪時 上訴要求重審 報道指出 律政司近日諮詢法律界 建議修訂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訂定法定程序 當高等法院原眾法庭 有涉及國安法的案件 而這些案件最後沒有陪審團 由三名法官組成的陪審庭裁定無罪的話 控方可以用案件情術方式提出上訴 等上訴庭可以推翻被告無罪的裁決 甚至頒令重審 多間傳媒之後都引述那份諮詢文件報道 當中指出 律政司覺得為了秉行公義 有必要賦予控方提出上訴的權利 等上訴法庭有機會審視和糾正原眾法庭 在沒有陪審團下審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時 所犯的任何法律上的錯誤 又認為修例之後 沒有削弱被控刑事罪行的被告權利 但律師公會主席杜鑑坤 和香港律師會會長陳澤銘都確認 收到律政司的文件 會細心研究之後給意見 行會成員湯家驊就說修例很合理 上訴是值得考慮的 令眾莫往的原則 我們是否應該堅持呢 我覺得社會要更加新入討論 現在以案件情緒的上訴方法 只存在在裁判法院和區域法院 可以指出裁判官或者法官法律上出錯 或者做決定的時候月權 所以就相關法律議案 索取袁仲廷法官的意見 案件可以重新定刑期 甚至發環重審 變相是可以去推翻裁判官 或者區域法院法官無罪的決定 而這個案件情緒的做法 為什麼一直以來都不會在高等法院 審理的刑事案裡面 會有被檢控方有這個權力呢 其實一個比較大的原因就是 因為在過去所有由高等法院審議的刑事案件 都是有賠心權的審理的 而香港的法律制度也是遵從英國法律制度的傳統 是尊重賠心權的裁決 如果從邏輯來講 即使在高等法院的刑事案件 即使沒有這個案件情緒上訴的方法 律政司仍然可以透過刑期或者定罪的情況 就一個高等法院的案件上訴 可以就一個法律的論點去上訴 去終審法院的 如果純粹是要處理法律的問題 其實現時已經有法律問題轉嫁的上訴 有刑期覆核的上訴 即如果還要在這個情況去加上一個新的安排 但是被律政司可以就案件情緒的方法上訴的話 其實是等於方方面面都是要縮減被告是可以無罪獲釋的空間 原則上 國安法保留了普通法的陪審團制度 但國安法第46條定名 律政司司長可以基於保護國家秘密 案件具有涉外因素 或者要保障陪審員的人身安全等理由 發出證書指示相關訴訟無需陪審團 國安法實施近三年來 所有相關案件都是無陪審團 要由三個國安法指定法官組成陪審庭審理 針對香港的法治情況 聯合國再發聲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委任的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Independence of Judges and Lawyers 法官和律師獨立性特別報告員 上星期寫信給中國常駐日內亞代表 關注港區國安法的條款 抵觸國際人權條約的標準 信中提到 特區政府限制海外律師參與國安法案件 做法等同將司法機構的決定 轉移至行政機關 削弱香港的司法獨立 亦可能削弱被告選擇律師的權利 拓促請中國重新檢視港區國安法 依據程序 這封信和中方的回應 都會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報告 今次已經是聯合國一年之內 至少第三次關注港區國安法的情況 上個月聯合國經濟社會 與文化權利委員會 就香港履行相關國際公約的情況發表報告 當中形容香港的司法獨立已經被廢除 特區政府即晚用五千字長文回應 指委員會偏聽偏信 近日立法會討論這份報告的時候 議員亦和政府一樣同一陣線 同時不滿政府不夠強硬 這些荒誕的言論 告訴他他沒有依據 他亂來 我們要每天說 每次說 向全世界說 不是發一份新聞稿 大家看完之後 忘記了 我們現在外交部不是開玩笑的 是戰狼外交 你咬我一夜 我咬你十夜 但是為什麼我會在這方面 這麼看上來 結論性對我們這麼不利 我們又軟弱無力呢 由去年2022年7月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發表 對香港的報告 到今年2月 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 針對中國和香港人權的總結性報告 到今次這封信件 其實看都是一脈相承 我可以預見 聯合國的人權專家 和人權機制 對於本地的法律 是否能夠保障人權 保障公平審訊 這些憂慮 會越來越清晰 甚至越來越強硬 這些批評 其實它是針對中國政府 希望中國政府回答 中國政府的回應 和香港政府的回應 是有天怨之必的 中國政府的回應 操持是相當的平穩 和相當的符合外交禮節地 去回應這些國際組織的批評 但相反 香港政府的回應是相當之盡 甚至是不留情面 中國政府當然要考慮 它自己在聯合國裏面的角色 以及它是否能夠維繫到 它在聯合國裏面的影響力 這個是香港政府是沒有角色的 也因為這樣 所以看到香港政府 或者香港的立法會 就變得更加激進 延遲更加強硬 甚至有時候可能會幫倒幕 就可能破壞了中國政府 它希望在聯合國發揮的角色 我相信這些對話 仍然是有意義 在這樣的情況上 因為最終受到壓力的 其實不是香港特區政府 而是中國政府要面對國際社會 對它的批評 英國繼續密切留意香港的情況 國會的跨黨派香港小組 近日發表一份報告 題目是 報告提到 在港區國安法生效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 《蘋果日報》高層被捕 和報館被迫關閉之後 提到香港的新聞自由迅速 和持續惡化 當中引述數據 說截至上個月 有至少18個新聞從業員 因為新聞工作 而被報復性起訴 另外有8個獨立的新聞機構 為了保護員工 決定停止運作 《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 因為被控國安相關的罪名 而被迫關閉 造成近1000個新聞從業員失業 當中有至少200人離開了香港 報告呼籲英國政府 向香港施壓 爭取黎智英獲釋 並且制裁損害新聞自由的人 當中特別點名 已經被美國政府制裁的特首李家超 看到這裏 大家都會遇到特區政府 又是會給反應 表達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今次話份報告內容 謀論連篇 以政治凌駕法治 還說他試圖破壞香港 繁榮穩定 只是自暴其短 李屈慈窮 注定以失敗告終 根據特區政府的事實 《國安法》實施以來 傳媒環境蓬勃 依然一如既往 我們看看英國這邊的話題 社交媒體的運作就真的很蓬勃 細放社會向來關注社交媒體的老闆 會怎樣經營這些涉及網上輿論自由的平台 這個月開始 Twitter要付錢才能有南剔認證 在英國也成為大家討論的話題 不過大家更加擔心 是英國政府說要通過網絡安全法案 Online safety bill 來打擊網上不良資訊 Whatsapp、Signal等公司已經出聲反對 還威脅如果當局立法 就會退出英國市場 為什麼他們的反應這麼大呢? 這條在國會立法程序中 緩慢推進的法案已經來到上議院 但仍然有議員提出疑問 The principle is that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the bill is to restrict access to speech by people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at's what legislation like this does it restricts speech and we have a framework and the framework is the Human Rights Act framework and that tells us that when we're restricting speech we have to pass a rigorous test the test that those restrictions are necessary and proportionate to the objective that we're trying to achieve and clearly when we're dealing with children that test the factors that we weigh into that whether or not something is necessary and proportionate we weight very heavily in the interest of the welfare of the children but we can't do away with the test altogether 2021年 由前首相約翰遜提出的網上安全法案 Online safety bill的立法工作 已經經過下議院 這個星期進入上議院二讀後的委員會審議階段 預計最快今年內或者明年初完成立法 政府強調法案的目的是要管制互聯網上的內容 保障用戶特別是兒童的安全 所以涵蓋面廣泛 點對點加密通訊也都不會排除在外 獨立監管機構通訊事務辦公室將會有權 要求平台監察和移除侵犯兒童等不良內容 不服從的公司將會被巨額罰款 全國性保護兒童組織 NSPCC指 私人通訊平台是兒童遭受性侵犯的前線 他們委託YouGov今年初做的民意調查顯示 每五個成年受訪者當中 就有四個認為通訊平台對社交媒體上 危害兒童的內容是富有法律責任 業界就多次表態反對法案 英國的互聯網和電腦協會 都先後在去年年頭和8月出聲 說法案對業界和言論自由帶來負面影響 由七間主要通訊平台包括WhatsApp和Signal 上星期就發表公開信 批評法案是對私隱的沉重打擊 指目前的法案將會打破點對點加密的通訊模式 為恒常、廣泛和無差別的監察打開大門 朋友、家人之間的私人通訊 以至企業上下、傳媒、人權分子、政治人物等的安全交流渠道 都會被大大削讓 公開信又指出 聯合國已經提出警告 指法案一旦以目前的條文落實 會帶來潛在的嚴重後果 而Signal和WhatsApp更進一步指出 預料英國的用戶 在不犧牲私人的情況下 停止使用他們的服務 Signal主席接受BBC訪問時表明 公司的點對點加密技術一旦被削弱 將會停止在英國運作 WhatsApp和Signal 從頭到尾都說 他們一旦離開了你的手機便會加密 所以他們受影響最大 政府說 我要取得那些資料 如果我要取得那時便要取得到 但是如果大家明白 所謂的點對點加密 即現在簡稱 End-to-end Encryption 你要令到一個政府拿到這些資料 基本上你就要將加密刪除 就沒有加密那件事了 那你現在就要所有人 用一個沒有加密的系統 即是以後你出街就沒有鎖門 那你就說很安全的 因為警察隨時要進你家裡 就檢查一下 你家裡有沒有違規的東西 所以你就不要鎖門了 然後賊人又可以進來 還有甚至其它國家的政府 都可以攻擊進來 其實這些我覺得 其實是沒有想得很周長 民意就很明顯的 因為如果你說到一個犯罪的問題 或者你特別講到兒童色情 侵犯兒童 大家都非常緊張的 還有近幾年在西方國家 尤其是對於這些平台的關注 普遍來說不只是針對WhatsApp 或者哪一個平台 真的關注度大了很多 覺得這些平台真的要管它 民意去覺得有需要給多些權力 去警方或者執法部門去規管 這個是絕對可以理解的 問題就是你付出的代價是什麼 付出的代價可能就是沒有了這個加密之後 一來可能有些人不用 或者仍然繼續要用 或者想用的人 他們的網絡訊息安全 或者私隱就失去了 你可以說它是一個刀切 但是你說怎麼平衡呢? 這裡門有鎖就有鎖 沒有鎖就沒有鎖 有加密就有加密 沒有加密就沒有加密 怎樣中間呢? 最大的問題就是 政府就說我已經做了平衡 因為我的平衡就是 譬如說它可能會有一定的程序上面的要求 警察不是說拿就拿 暫時來看 民意、政黨甚至現在的政府 都是堅持去做這個做法 也都無可口非了 民意都支持了 但是的確現在你看到 越來越多 無論是 不要只是說平台 因為不只是平台反對的 學者、很多教電腦的教授 英國電腦學會等等 全部近日都出了聲明 就說不妥了 教法不是適當去處理 那個加密技術的一些方法 公民社會的團體 記者團體等等 都很關注 所以到真的執行之前 你說有沒有轉機 我覺得就真的未到最後一刻 都未知道結果會是怎樣的 再提提大家 5月4日下星期四 是英格蘭地方議會的選舉 今次投票和過往不同 大家必須要帶上 有想的有效證件去票站投票 怎麼為有想的有效證件呢 好像護照、駕駛、執照 這些都是 而住在倫敦 又過了60歲的觀眾 你們的 Oyster card 都是有效證件來的 就算證件過了期 但是你的樣子沒怎麼變的話 都可以用得 有選票在手的你 要好好把握機會 因為一個公平、公正、公開 沒有篩選的選舉 不會由天掉下來 也絕對不是必然 今集講到這裡 下星期再和大家兩邊走走 拜拜 為什麼呢 對 有選票在哪 那邊 有選票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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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選票 誰會擁有選票在哪